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一分钟命理气孔 气孔就是气会进来的一个地方 然而这个气孔 除了一般正常的气 他会进来以外 煞气其实也是从这个地方进来的 不要认为说房子很差 你要知道台风来了 你的房子基本上都可以挡住这一件台风 煞气没有台风的墙 但是 假如你在台风的时候 你的家假如有一些洞 你就会听到很大的 这一种的风声 就表示说 外面的气场跑进来了 所以煞气 他也是从这一种洞跑进来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气孔 他有可能会是好的气进来的入口 同时他也会是煞气进来的一个入口 所以有一种方法就是坐在该空间往外看 有看到煞物就表示煞气会从这边来 另外一种就是假如有台风的时候 你把家里全部都关起来 风会灌进来的时候 就表示说 你家是有那一种很小的洞 你这时候要赶快找出来 因为这个洞也会是煞气 会进来的一个地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